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兰花 兰花呀,花叶兼美 是现在特别受欢迎的一种花卉 但是我们养兰花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做好一个步骤 才可以让它能够建造的生长 能够顺利的开花 是哪一步呢? 其实就是给它修剪 剪哪里?怎么剪呢?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些 枯黄的叶片 或是开过花的花茎 还有老若的根 全部给它修剪掉 这些有问题的叶啊,茎啊 还有根 都对兰花的生长 会起到一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就会消耗掉它更多的养分 就会让兰花没有足够的养分 来生长开花 那么怎么剪呢? 我们先将这个剪刀 把它消毒之后 把它直接斜切就可以了 斜着剪 这样呢,它这个叶片啊 修剪过后呢 就会和其他的叶片呢 是处于一个形状 那么它的观赏价值呢 就会更高 而剪根的话呢 就是直接要把根系脱盆 然后把它呢 里面的一些病弱根啊 老根全部修剪掉 剪掉之后啊 把它放在多具林溶液里面 浸泡之后 再重新上盆就可以了 这样呢,修剪好之后 这个兰花的生长呢 才会比较健壮 才会长得更加的旺盛 开花了也会更加的漂亮 更加多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